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法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入菩萨行论》 这个《入菩萨行论》 我们现在正在讲 菩提心的功德 第一品当中已经宣讲了 菩提心的功德 那么昨天前面 通过四种比喻 通过电净器 如意书 还有一些如意宝 以及护送者 这几个比喻来宣说 菩提心的无上功德 这就是愿菩提心 和心菩提心的共同功德 因为我们现在 正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 昨天我们介绍芭蕉树的时候 这个芭蕉树 我打听南方的一些人 也有些说法 只生一次过以后 毁灭尽的 有两种说法 但这个问题 你们自己也可以进行观察 实际上我们讲经说法 跟造论 这个说法上面 也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我们造论的时候 一定要在文字上的东西 千万不能有任何差处 如果有差处 在文字上的东西就很难以改到 而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对讲经说法和辩论 并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就像以前印度的论师 赞扎国门 他认为讲经和辩论 比较放松 所以词句上 有些比喻上 稍微有一些矛盾 我们也可以放松 而且在文字上 千万不能有 所以专门有一个 这样的说法 平时我们不管是哪一个辅导师 哪一个法师 在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 可能在逻辑上也好 或者是有些比喻上 或者是一些用词上 很有可能 不太适合的 这个原因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过 就是我们讲经说法和辩论的时候 它是通过各种途径 让大家明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一定你特别地 重视你的语法 你的这些比喻 不一定 对某些人有必要的一些方式 专门宣讲一些道理 所以我们平时讲经跟造论 应该说有很大的差别 这样一来 我也是一方面讲经的时候 不太注意吧 基本上当然有些教证理证 最可靠的没有 在课堂上也不可能讲的 但有些说话的时候 也没有必要特别地注意 全部写在文章上那样 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 大家都是应该有个放松感 应该这样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不管是印度也好 藏地也好 历代的高僧大德们讲经说法和造论方面 应该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我们昨天所讲到的 芭蕉树我觉得应该两方面也可以理解 但现在人也认为 所谓的芭蕉树有些树是有馅儿的 有些树没有馅儿的 也有两种说法 实际上生长在这些热带的 经常住在芭蕉树旁边的人 他们也不太了解 他们有时候自己都觉得 特别动眼 说各种各样的话 但实际上 结果也并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别人 也没有什么可靠的 自己的亲眼所见 才有真正的证据 否则可能又有各种差处 所以我们有些论典的说法 大家也应该这样来理解 那么今天我们也继续 宣讲《入菩萨行论》的功德 也就是说菩提心的功德 那么现在大家都在修行 和学习《入菩萨行论》 修行的时候 大家应该在观想的时候 我觉得有些个别的道友 可能是观不起来 也有这种困难 昨前天有一位佛友 给我打电话说 现在他心里特别乱 每一次观想下来的时候 分别念特别多 杂念纷飞 一直是没办法安置下来 然后他一边说 一边开始哭起来了 他说 我修行好像没有希望了 每天的分别忘念那么多 来 我跟他也说了 不要这么想 初学者的分别忘念肯定是多的 这是正常现象 你们可能很多人也会记得 以前门彭仁波切 在《大黄黄黄光明藏论》当中也说过 我们释迦牟尼佛广传的后面 也有五种阶段的一些不同境界 所以我们必须要领会这个道理 如果你没有领会这个道理 很多人修行的过程当中 自己认为自己好像没有任何进步 或者说自己对自己特别失望 最后不愿意修行 也有这种情况 那么修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以前从来没有禅定过 从来没有修行过 这样的人刚开始你观想 你修菩提心也好 坐禅也好 念佛也好 在这个时候 你的忘念肯定是非常多的 就这样那样的思绪纷乱 会出现的 这是正常现象的 并不要在意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带过的一个野马 准备要驯服它的时候 你刚刚带住它的时候 它就特别地厉害 特别地厉害 不可能有一种调柔 或者有一种驯服的感觉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这种心有一种动摇绝说 动摇绝说就像 翘壁落水般的比喻 比如说我们悬崖上 或者翘壁上 然后跑步水 所以特别地快 这样我们的心 从来都是没有调伏过 让它现在一住下来的时候 可能想这个 甚至 自己根本不愿意想的东西 就开始想起来 佛陀在《妙碧七闻经》当中 我们刚开始的心 比喻成闪电 比喻成吹风 比喻成天空当中的彩云 还有大海的波涛等等 以这样来比喻 所以一刹那都不会停住的 一直在外面散乱 所以这是我们 刚开始的一种阶段 刚开始的时候 心特别乱 扎脸特别多 这一点是正常的现象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说 山谷流水斑 山谷流水斑 叫获得绝树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呢 刚才跟翘壁 落水跟比较起来 那么山谷里面的水 虽然它是一种奔腾咆哮 或者是有一种 豚鸡奔腾的一种取舍 但是跟翘壁的水比较起来 还是会缓慢地多了 所以你到了获得绝树的时候 心能稍微安住 但是安住的时间 不会很长的 就像我们这个水 水流的生世豪大那样 山谷里面的水也是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我们拉荣谷里面的水 应该能比喻第二部境界 然后到了第三部境界的时候 应该说是平原的江河 平原的江河 平原的江河什么样呢 我们远方看来 好像江河没有动摇一样 但实际上你到了岸边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的动摇 同样的道理 第二部境界叫做 修行绝树 平原江河 如平原江河之修行绝树 这种修行绝树 你在观心的过程当中 好像心已经稳固得很不错了 但是你真正到那里去观察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的分别念 一直在七分别念 然后到了第四部境界的时候 大海力波般的 这种叫做稳固境界 稳固绝树 这个是什么样呢 我们在大海岸边 看大海的时候 尤其是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看 大海平静的时候 风平浪静的时候 根本没有什么波涛 然后到了你那个海边的时候 虽然跟平原的河牛巷 比较起来很平静的 但是也有一些随文的波涛 这是我们到了第四部境界的时候 到了第五部境界的时候 也就叫做如山王般的 稳固的境界 那么这个叫究竟境界 如山王稳固般的究竟境界 那么究竟境界的话 就像须弥山王 始终都是不动摇那样的 这样的这种 在这个时候我们心 不管是你安住也好 你专注在那一个地方 都随心所欲 怎么样专注都可以 所以这些每一个阶段 作为我们凡夫人来讲 还要花很长时间的 有些可能花几个月以后 心稍微能安住下来 有些花几年以后 才能到达第二部境界 这种现象都比较多 所以我们更开始 从来都是没有灌过自己的心 从来没有做过禅 然后你今天就开始做的话 那就恐怕这几个月当中 好像自己觉得 心原谅你忘年不太多样 你现在就觉得 忘年越来越多 也许甚至我们半个小时当中 好像该灌的什么都没有灌 不该灌的什么都已经 该灌完了 会有这种状况 这就是我们平时 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心 没有灌过自己的心 这个时候你根本不知道 比如说 有一个 我经常比喻 有一个孩童 那么平时我们没有关心他的时候 他怎么样调皮也是 对我们来讲是无所谓 有一旦一个人交给你 你必须要灌他 然后你的注意 放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就非常调皮 那个时候你发现 这个小孩特别坏 同样的道理 我们观心也是 应该以这种比喻来观想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好多呢 可能观想菩提心 到底怎么样下手 恐怕也有一些困难 所以我这次没有特意的规定 你必须要观这个 根据你们的情况来观 但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想 开头的时候也这样想 中间的时候也就要想 我一定要修菩提心 在我的相续当中 生起菩提心而观的 比如说 有些人心特别特别地乱 你观想菩提心 根本想不起的话 那么你就前面观想 一个释迦牟尼佛的相 首先你如果观一观不起来 你带一个照片 然后你已经看着它 看着它以后 基本上它的相貌全部都显现在 自己心里面的时候 就闭着眼睛 有观 有观的时候 好像你的眼前 刚才的这种花香 已经消失了 消失来实在是观不起 一种牧牧豁豁的感觉 那个时候又把相片拿出来 然后又观又观 这样开始好多月 慢慢慢慢就而就之 然后心稍微能专注下来 释迦牟尼佛也好 或者金刚萨埵 观世音菩萨 如果实在是你观想不行 你在这个半个小时当中 就是念《释迦牟尼佛心咒》 大亚塔 欧玛尼摩罕 大亚塔 欧玛尼摩罕 一边观想 一边自己再这样念诵 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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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的心才会堪冷的 然后你心里面想 我这次祈祷 释迦牟尼佛 就是让我的相续当中 生起菩提心 这样的目的而修 很多人可能 我们一个月都还没有过 有些人现在都会不会 退失信心 如果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退失信心 那漫长的时间 是我们怎么过的 所以修行 应该花很长的时间 你不要认为是一两天 你关不起来 然后就放下来 这是愚者的做法 不是有智慧人的做法 所以我们历代的这些高尚大德们 通过漫长的时间当中 为求法而苦心 然后在修行过程当中 也是花了多少年 闭关多少年 这样才能在你的相续当中 能生起绝授 如果这种境界是 轻而易举的话 那很多人都求知不得于 在很快的时间当中 一天都修完了就可以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所以希望大家修行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掌握 刚开始的时候 肯定分别量比较多 这个我觉得 也不是什么坏事 应该说是正常现象 你必须要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 也给大家提醒一下 大家在修行过程当中 最好不要失去 这种信心 失去信心的话 我们前进的动力 已经没有了 如果这个动力没有 很有可能 这么多的道友 这么多的佛友 一直不断地向前发展 在自己的修行上面 每一个人可能获得 自己的一些经济 成果 但是你如果中间退失 只有自己应该说 在即生当中很难得的这种法 在自己已经失去了 所以大家最好 发了这个愿以后 修行也是不要退 那么我们明年或者半年的时候 大家要终结一下 看我们要求每天都是这样灌 然后你如果这两天忙了 或者生病 后来也是慢慢慢慢地 补上也可以的 但是总的来讲 完全都已经没有灌到 这种人会不会有 如果有的话 当然我也不强迫 这个修行应该是自由的 还是心里比较失望的 因为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 也是大家一起发誓 发了这个愿 发了这个愿以后 我们尽量地应该去做 当然修行过程当中 有些可能效果好一点的也有 有些效果不太好的也有 有些效果一点不好的也有 但是慢慢慢慢 我们的心有为法 麦彭仁波切也不是经常说的嘛 所以我们心有为法 它首先很坏 慢慢慢慢可以改变的 首先一点都不能安住 但慢慢慢慢 肯定会能安住的 所以这方面大家应该 认认真正地去对待 今天我们讲的第五个比喻 也就是说 以活之比喻来说明彻底摧毁罪 讲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颂词里面是这样说的 菩提心如磨戒火 刹那能回注重罪 菩提心相当于是 最后磨戒的时候 有一种特别炽热的火 像这个火一样的 那么这个火能刹那间当中 摧毁一切清世界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菩提心 相当于是磨戒火一样的 它在一刹那间当中 也就是说 当我们相续当中 生起菩提心的这个刹那当中 就能摧毁 我们无始以来所造的 或者即生当中所造的 一切的罪业 所以这个菩提心的确 功德是相当大的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所谓的定义 定义依靠菩提心来压制 那么今天在这里讲了 所谓的不定义彻底撤毁 就是这个磨戒火 最后我们知道 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最后我们这个世界 有空的阶段 还有星辰的阶段 然后安住的阶段 和毁灭的阶段 在毁灭的阶段的时候 有七种火 也就是说 七个坦阳的热度夹在一起的 这样的火 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出现 出现的时候 一参天以下的所有的世界 在一刹那间当中 是全部摧毁的 这个火的力量 这个火的热度是相当强的 那么就像这样的火 我们相续当中 生起菩提心的时候 就是昨天天前面也讲了 这就是世俗菩提心 并不是说生意菩提心 当然这个生意菩提心 它有它的力量 这个我们不用在这里说了 那么世俗菩提心生起的时候 一刹那间当中 摧毁我们自相续当中的罪业 那么罪业是怎么样摧毁的呢 也就是说 直接转生到恶趣的 转生到恶趣的这些罪业 全部摧毁的 比如说我们相续当中 如果造了杀父亲 杀母亲 杀阿罗汉等等 造无无间罪 那这个无无间罪 按照显宗的观点来说 必须要感受它的果报 没有感受它的果报 那就是不合理的 它称之为无间罪 也叫做定罪 定业 那么这种定业 以前汉传佛教的有些论典里面也说 不能改变的有三种 其中一个就是说定业不能改变 那么定业不能改变的意思 也就是说没有好好地忏悔 没有遇到对峙的情况下 不能改变而已 实际上遇到对峙的话 也可以改变的 所谓的一般有些论典里面 这样说的 定业和不定业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所谓的定业是 我们平时自己在造业的过程当中 故意造的这种业 叫做定业 也有这么说的 然后无意当中造的业 成为不定业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故意造这个业 那么不管是他造善业也好 造恶业 一定会有他的果报 成熟在你的相续当中 如果我造了杀僧 或者犯戒 或者我造五无间罪 毁坏三宝等等 造了这些罪业 我故意这样造 那么这个是决定定业的 如果你没有遇到对峙的时候 你一定会在来世的时候 会感受果报的 但是我们遇到菩提心 不会堕入恶趣 就是不会堕入恶趣 他这里并不是说 我们昨前天 《中观传论》里面 所讲的一样 就像佛的智慧产生的时候 所有的烦恼症和所知症 全部排除一样 并不是这种方式来断除 他这里 趋入恶趣的这种业 全部断除 很多论师也应该这样来解释 如果这样解释 也是相当好的 因为相续当中有菩提心的人 根本不会堕入恶趣 这是以前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也经常强调过 而且有一次 所有的学院大辩论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学院当中 举行辩论的时候 上师如意宝他就讲了 其中一些要点 其中有一个要点就是说 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 根本不会堕入恶趣 所有的法师们 有什么样的坚韧的例证呢 就是对他驳斥 当然法王也举出了 很多显宗密宗的一些焦点 所以我们如果临死的时候 我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没有坏坏的话 那绝对是不会堕入恶趣的 而且《华严经》当中 也有比较明显的比喻 比如说《华严经》里面说 前年的黑暗 如果有了明灯 一刹那间当中 是全部会去除的 你不能说 这个黑暗已经一千年了 它不能去 没有这种说法 而且龙王的头顶上 有如意宝 依靠如意宝 遣除所有的违缘 障碍和危害 同样的道理 我们菩提心的明灯 和菩提心的如意宝 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或者他的相续当中存在 那么所有的罪症 尤其是堕入恶趣的 所有的这些罪症 全部会断除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也应该知道 菩提心的功德非常的大 而且它的力量是相当强的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菩提心的功德是相当大的 《入菩萨行论》 印度的《入菩萨行论大书》里面 就是这样讲的 一刹那间 生起菩提心的功德 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你的罪业再大的话 就像是大海里面 放一滴烟一样的 全部被大海的水淹没 这个烟丸全部淹没 同样的道理 我以前造过杀生 我造过偷盗 这样的这些罪业 那么依靠菩提心 不可思议的力量 不可思议的力量 全部都已经摧毁了 我们去年学习 信息修习的时候 我记得里面也引用了 《涅槃经》的一个教证 修菩提心一刹那 那么它的功德 连佛陀的智慧也无法衡量的 不要认为我们修 早上修半个小时都可能没有什么办法 不能这么想 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 《涅槃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我记得你们看一下 大圆满信息修习的讲 愿菩提心的功德当中 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刚才大树里面所讲的这两个 完全是不蒙而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菩提心一刹那间当中的 这种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我们的相续当中 如果有了这样的菩提心 再大的罪业 再大什么样的违缘 也不能摧毁的 所以不管是我们出家人 还是在家人 以前在我们有生之念当中 或者以前一直到现在 可能会造很多很多的恶业 很多人能想得起的 能想不起的 有些人可能杀生方面也有 有些人别人发脾气 造口业这方面也是有 有些心里生嗔恨心 贪心等等烦恼 也是各种各样的 这样我们通过其他方式 完全根除 完全忏悔的话 恐怕这个能力是非常困难 这样的教言 也是对我们来讲 很难得的 所以我们这次 修了这样的菩提心以后 确实是在自相续当中的 这些罪业全部 该压制的已经压制了 该摧毁的已经摧毁了 平时我们不管在家人也好 出家人也好 不说什么其他的 光说吃饭的问题上面 可能也吃了很多的肉 吃肉的时候也有些是 专门点火的 那这样的话 你如果这个人间当中 活了二十岁 你在二十年当中 吃了多少生命啊 如果我们现在以菩提心 没有好好忏悔的话 你的来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 一个一个地给他汇报 一个一个地给他赔偿啊 生命的赔偿 并不是一般的赔偿 如果我们用财产来赔偿 也可以 我把所有的家产全部 给他也是可以的 但是让我们的生命来 赔偿别人的生命 那确实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 按理来讲 每一个众生都有生存权 这是每一个众生 都有自由的一种权利 可是我们人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残忍 野蛮 这样以来 比如我们的行为 或者是为了我们瞬间的食欲 杀害了多少的生命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地 修持菩提心来好好地忏悔 回想 这样的话 恐怕以后有没有解脱的机会 大家每一个人 悔顾自己的一生应该知道 下面我们看讲义 《华严经》当中这样说的 你看这里佛经当中 讲得非常清楚的 那么菩提心 就像是摩羯火一样 他能焚烧一切罪 这些都是佛经的金刚语言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 无知菩萨为什么 他这里每一个颂词 都有一个佛经的教证 这个对我们很多学习的 道友 佛友来讲我觉得是很好的 他这里并没有用 藏传佛教的那个大德 并没有特别地用 基本上全部都是用佛经的 所以尤其是我们现在 这次听《入菩萨行论》的 可能很多佛学院的道友 很多研究所的一些道友 很多人也不一定 完全是学藏传佛教的 但我想这次我们无知菩萨的 所有这些运用的教证 基本上都没有运用 藏传佛教的教典 原因是什么呢 你们可能起分别量 啊 这是藏传佛教 如果是藏传佛教 我不学了 如果是印度佛教 我就学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家乡 就是印度 所以我也是对印度佛教 有一定的信心 可能也有这种人啊 我们平时很多人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性格 各种各样的想法 不管是什么样 只要是你的相续当中 有了菩提心 我觉得是 来自藏传佛教也好 来自印度佛教也好 来自汉传佛教也好 这个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很多人 以前根本不懂 什么叫做菩提心 有些人认为 蝉蝉就是菩提心 有些人认为 念佛就是菩提心 有些人认为我对别人 做一些好人好事 这就是菩提心 实际上是不是菩提心 什么叫做真正的菩提心呢 恐怕很多人的概念 不太明白的 那么通过这次学习以后 我们要真正地明白 真正的菩提心是什么的 然后与菩提心相似的一些 善妙功德是什么样的 这一定必须要懂 尤其是现在大城市里面的人 对学佛的这种热心 对学佛的这种心 还是非常记得 应该我们每一次 到了一些城市里面的时候 就知道有非常多的年轻人 有一定学问的 有一定知识的人 对学佛的这种心是很切的 可是真正的有些道理上 最简单的有些问题也是 回答也回答不上 然后自己也是没有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我们没有受过 特别系统的一些佛教的教育 佛教的教育 没有受过一定的教育之前 不可能人人都会了解的 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个 任何一个学问 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 你真正要通达它的道理 这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想这次 学习《入菩萨行论》 除了我们在座的一些道友以外 别人应该说 值得很高兴 为什么这样呢 我觉得求法并不是很容易的 现在依靠科学的一些技术 这种方便方法 很多人你就不能到一些 别的地方去苦心 到藏地去受一些痛苦 高山繁衣等等 到那里去找住处 找池的 找船的很多方面 当然是修法的苦心 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 但很多人轻而易举地 住在家里 然后你就随随便便 这样听的话 同样地获得传承 同样地获得佛法 我想可能很多人应该是 真正能学习佛法 这个是很容易的 最好不过的一件事情 平时我们到外面去 大城市里面 一些居士 一些出家人 他们对学佛很有信心 可是我们一面之家 所谓的佛法的道理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就是你今天我们见一见 或者在一个常识当中 随随便便给他说两句 能不能解决佛法的道理呢 根本不能通达的 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有一个难得之心 这样你学习会成功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 你觉得这是无所谓 这是哪里都听得到 就像世间的一些流行歌曲这样 啊 这个随随便便 我觉得我们的佛法 可能没有什么价值 我这个问题也是 反反复复地想了 如果这次特别公开 对大家有利还是无利 但后来想 不管怎么样 可能有相当一部分 真正到一些藏地 或者到一些佛学院去读书 恐怕这个机会是在即生当中 不一定能显示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应该诸佛菩萨的加持 我们对佛教的教义 会明白的 如果明白 我们讲经说法的目的也是这样的 对你们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并不是形象上的佛教徒 应该成了有意义的佛教徒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也希望大家 菩提心的每一个道理 尤其是《入菩萨行论》的颂词和讲义 全部通达 全部认认真正地去学习 三天论是这样认为的 三天尊在说 以刹那之大安忍 不愿索取 因为以刹那之大安忍 不愿索取 我们也可以解释为 生意菩提心 或者我们解释为 世俗菩提心 因为以刹那之相续当中 生起了菩提心 那么你就没有自私自利的心了 应该说是一种大安忍 不愿索取 不愿自私自利的 这种索取的一种大安忍 这样的菩提心 能缝混所有的罪业 扫尽所有的罪业 其实这两种讲法 与前面所说的道理是不显微的 我们昨天前面用 护送者的比喻和 今天在这里摸结核的比喻 这两个 实际上是不显微的 前面是 压制罪业的角度来讲的 这里我们昨天讲的是 压制罪业 包括五无间罪 当然无诸菩萨的解释方法 跟其他的解释方法有点不相同 他上天论师认为 前面是压制罪业 并不是从根除的 然后在这里完全根除罪业 定义和不定义方面的差别 这是华智仁波切 也是这样认为的 前面是以压制罪业的角度而讲的 而这里从根本上摧毁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但有些论师也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 昨天的罪业 一般来讲具有菩提心的人 是不会堕落的 即使堕落 就像是难求探条般的 很快就会往生的 很快会到清净刹土的 有些论师认为是 比如说我的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 后来我菩提心已经失毁了 失毁以后我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 也会成熟 我可能会堕落 但是堕落以后 很快的时间当中会解脱 从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失毁的角度来讲前面的功德 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没有失毁的角度来讲 我们现在这里 根本上断除一切罪业 转生为恶趣的这种罪业 根本上断除 从这方面来解释的也有 所以我们无诸论师所解释的 和刚才那个 三天论师解释的方式有点点不同 无诸论师解释的时候 前面也用了五无间罪 那么这里也用了五无间罪 那么前面是 五无间罪用压制的方式 然后这里 五无间罪用根除的方式 那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对质的力量很强 无知菩萨的观点 你对质的力量特别强 五无间罪也是从根除 然后如果你力量不是很强 你菩提心的力量不是很强 自己生起利他的心不是很强 那么讲到前面的压制罪 应该这样来理解 所以如果有人问 那么一颗菩提心具有 这两种功德 难道不矛盾吗 一个是压制的这种功德 还有一种是根除的功德 如果一颗菩提心 它起两种这样的功德 难道不相违吗 他这里说 并不相违的 如果获得越来越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功德也是越来越超胜 所以从心虚见解而获得来讲的 这样一来 根本不会有矛盾的 比如说我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并不是特别强盛的时候 我相续当中的五无间罪等等 这些罪业只能起压制的作用 暂时让它不能阐述 即使我转生到恶趣当中 很快的时间当中解脱的 这是菩提心 不太强盛的时候的一种作用 然后我相续当中 菩提心的力量相当强的话 那么即使我造了五无间罪 也是从根本上断除 所以一个菩提心 有两种作用 那么下面讲第六个问题 经中所宣说的其他功德 他这里颂词里面说 菩提心的无量无边的功德 实际上在这里 没有全部讲 那么你要想知道 菩提心的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智智弥勒菩萨 对一切万法的本体 完全证悟空性 成为释迦牟尼佛的补助 还有从因地的时候 名字叫做慈世 具有慈悲心的慈世 也叫做弥勒 获得佛果的时候 他也叫做慈世佛陀 所以这样的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当时在《华严经》当中 记载 当然这个《华严经》 按照现在汉传佛教的一些《华严经》 有四十《华严经》 六十《华严经》 还有八十《华严经》等等 有几种不同的 它这里按照《藥传佛教》的《华严经》里面 也实际上讲了 一百三十个菩提心的功德 这个功德来源是什么样呢 很多的公案当中 讲法有点点不相同的 但实际上 我们也应该可以这样来理解 《华严经》当中是这样说的 乐缘沉重 上主见财之子 三财通子与文殊前发菩提心 先那个当时 文殊菩萨在一个叫做乐缘成 那么这个时候有建财 还有三财通子 还有五百个通子吧 五百个通子当时一起到文殊菩萨面前 文殊菩萨面前 他们都发了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以后 为了寻理菩萨学处 而逐渐前行 然后当时文殊菩萨的手机 要求到南方去 继续寻理善知识 为了获得所有的菩萨学处 然后三财通子 一直往南方去 在去的过程当中 已经移植了 按照汉传佛教的有些 《华严经》的观点来讲是 五十三禅 有五十三禅 藏传佛教的有些 《华严经》里面讲一百一十个善知识 还有印度的一些 布布论师的一些教言里面讲 一千一百个善知识 也有这样的说法 当时移植了 一千一百个善知识 有这样的说法 不管怎么样 移植了多少 凡是为了寻求菩萨学处 而逐渐地前行 在这个时候 至尊弥勒菩萨正在南方海滨 由毕露哲那佛 掩饰 举障路格的一方 为入海菩萨眷属 讲经说法 当时在南方的 一个海滨城市 毕露哲那掩饰的 有一个这样的宫殿当中 这样的宫殿里面 那么宫殿的外面 首先以梵田 帝氏田为主的 无数的眷属面前宣讲佛法 后来很远的地方 看见三财通知来了 三财通知来的时候 当时弥勒菩萨进到宫殿里面 对他们进行宣说 也有这样 所以《华严经》 当然你们也知道 现在一般是从六十三眷 一直到八十眷之间 也讲述了一些 按照汉传佛教的《华严经》来讲 也讲述了许多三财通知 一致三知识的公案比较多 你们可以自己翻语 他这里正在这样 讲经说法的时候 很远的地方 有些论典里面说 有五百有行的地方 看见弥勒菩萨的时候 然后向弥勒菩萨顶礼 弥勒菩萨顶礼的时候 弥勒菩萨也是在宫殿当中 他的右手智者三财通知 然后在众多的眷属里面 先赞叹三财通知的各种 依止三知识的 他的精神和一些求法的精神 然后就进行宣说了这个偈颂 宣受赞颂三财通知而言 且看意乐清净在 三财知者 名三财寻求殊胜菩提心 乃至知知我面前 弥勒菩萨说 三财通知意乐清净的 这是三财的儿子 然后名字叫做三财通知 那么希求菩提而来到了我面前 这样说的 谁知对三财言 善来善来善来 慈悲如 善来弥勒贪承重 善来寂静调如尊 苦心知识 疲倦佛 他这里也已经讲了 三财通知依止这么多的善知识 而是来到我弥勒面前 实际上就是要见我的贪承 意思是什么说呢 当时依靠弥勒菩萨的加持 然后看了弥勒菩萨的贪承以后 弥勒菩萨从因地到最后十地之间的 所有发心的状况 全部入魔术般显现在他的眼前 然后当时善财通知识 真正发起了菩提心 因为抑制了这么多的善知识 抑制善知识的过程当中 有些善知识给他已经传讲了圆满的 生意菩提心的一些学处 有些善知识讲了一些 世俗菩提心的部分的学处 当然很完整的学处 并没有讲 每一个善知识给他 也是讲了一部分教言 按照汉传佛教的 《华严经》当中 有些善知识形象也不善很如法 也有这种情况 这个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善财通知最后恭敬地问道 圣者 我真是趋入无上菩提证道时 不知该如何努力修学菩萨学处 善财通知的最后 在弥勒菩萨面前也说 我现在真正是 已经发了菩提心 入于菩提心了 但是文殊菩萨叫我 到处去寻找善知识 然后我已经移植了 五十多位善知识 我现在还一点都不知道 到底我该怎么修呀 我该怎么修啊 我分别量好多啊 然后请弥勒菩萨 给我明示 然后弥勒菩萨告诉他 你已经这么多的善知识 完全已经摄受了 何以过善难者 那么下面来说 你已经为善知识摄受了 善知识摄受的话 你堪为法器 堪为法器以后 我们可以宣讲 菩提心的功德 然后在这里他以比喻的方式 来宣讲菩提心的功德 这个《华严经》里面就是 宣讲菩提心的功德 有些论典里面说是 《华严经》里面讲二百三十个功德 有些里面说是一百三十个 但一般来讲有两种说法都有 我们《学迹论》当中也引用了 一些《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功德 有些再引用了 所以他这里 弥勒菩萨给三才童子 宣讲了菩提心的功德 然后每一个 都用一些比喻来讲的 菩提心来诸佛法之根本 犹如种子 没有种子的话 开花结果是不可能有的 所以我们佛法 菩提心是完全成为种子一样的 可令一切众生善法增上 所有众生的善法增长 那么菩提心就像是两天一样 一切有情来以生存 犹如大地 依靠菩提心 才可以生存的 如果没有利他的这种心 那生存的机会都没有 菩提心就像是大地一样 无量 无边的利益 其中已经详细地悬殊了 所以《华严经》 我想是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在《大肠经》当中学习 或者研究《华严经》的高尚大德 也比较多 尤其是汉传佛教里面 我想是在自古以来 尤其是华严宗的一些大德们 对《华严经》的研究 应该是非常的特别 比如说在历史上来讲 以前清凉过世 在唐嫂的时候 清凉过世 他在一辈子当中 从他的传记里面看 对《华严经》的研究是 一辈子当中 已经给别人讲了五十多遍了 然后每一年当中 基本上讲一遍 每一年当中讲一遍 我们可能是念一遍 也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他老人家是非常的精进 每一次讲经的 每一天要讲八个小时 我们这里听一个小时 也觉得马上要看标 是不是时间过了 马上要看标 这样的 有些外面的居士 光是看维cd 或者是听MP3 过了半个小时以后 他觉得听法的时间太长了 实际上不长 如果你真正成为清凉过世的弟子 那八个小时当中 让你坐在那儿 一直讲《华严经》 所以当时清凉过世 已经成了七位皇帝的过世 后来他活到一百亿岁 在当时唐朝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当时国家的皇帝们 也是非常的信仰佛教 从清凉过世一个人的实际当中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修学的时候 大家稍微累一点 稍微有一点 怎么说啊 不管是听经的 时间长了一点 或者是 这方面下一点供奉 大家不要认为 真正是我们看了 以前高僧大德们的历史 传记 那个时候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的学习 确实是非常的可怜 以前道玄律师在钟南山 最后也开创了一些律义的宗派 那么他仅仅是四人律 也是在其他的上师面前 听了二十次 我们也是想一想 我原来也讲过 丁国钦辞仁波切 他一辈子当中 已经听了七百多汉传承 我看我们有些居士和 有些佛教徒 你听了多少本法 自己认为我已经皈依了 我是已经学习佛法了 但你学了多少本 有没有二十本 如果你连二十本的佛经 都没有看过的话 可以说是骷髅刮纹 也许你不高兴 但不高兴也确实这样 以前的高僧大德们 对修法的精心 每天都是把世间法 放得不是很重视的 这个绝对不是人生的 主要目标 最主要的就是获得菩提心 就是要学习佛法 这个是人生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可是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 一所学习佛法的时候 把这个放在次要的问题 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整天都没完没了的 这样以后你的头脑当中也是 装的全部都是满满的世间法 真正的佛法空间相当少的 这样一来 我看我们的人生 确实不好得得 很难得的 这样难得的人生 依靠一些没有用的 一些世间的琐事 全部斩完了 被全部斩完了 非常可惜 不管是你研究《化验经》也好 研究什么样的经典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必要 以前憨山大师也说过 他说不读《化验》 不是佛教佛 如果我们一个佛教徒 如果没有读《化验经》 那不成为真正的佛教的服务了 所以佛教当中 尤其是《化验经》里面 现在的一些比如说 宇宙人生的一些真理 讲得特别的细致 以前为什么北京有点学院的教授 就是那个黄莲族老居士 他也是一个物理方面的科学家 他一直宣讲《化验经》方面的 《化验》的十种宣宣 那这个原因也有很多 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 世间跟佛法要相结合起来 应该你要懂得佛教 像《化验世界》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奥义 如果你通达 对现在的一些奥秘 也应该有所认识的 所以现在这些科学家 很多的《化验经》 的精神 在世间当中也会弘扬的 以前爱因斯坦 也不是说过吧 他说 我们现在人们认为的 所谓的空间 时空还有一些物质 全部是一种错觉 他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旧的一些科学家的观念 完全是被新的科学家的理论推翻 当他推翻的时候 实际上是能推翻的 这个学说跟佛教的精神 不蒙而合 没有香味 完全是圆融无畏的 所以以前杨正林教授 也是个物科学家 他也是当时在美国 美国玉佛寺有一次 在一个便利上 他是这样讲话的 他说 我是信仰佛教的一位科学家 但我认为佛教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奥义 而且佛教对我们的生活 也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两千多年以来 佛教传入中国 对整个中国的文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他就讲了一些 关于苏东坡 他怎么样学佛 佛教的真理 跟现代科学的有些方面 怎么样吻合 但有些方面现在的科学根本跟不上佛教的道理 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世间上的有些人认为 我好像也学过一些世间的理论 我读过什么博士 读过世间的一些大学等等 自己的相续当中有一些傲慢 其实有傲慢 可能有一些意志半解而已 真正的一些科学家 真正的一些懂道理的人 他们都不认为我们佛教 看着一些迷信 或者看着一些以消极的 这种态度来进行对待 没有这样的 我们对佛教不理解的这些人 可以说在外面对真正的 甚深的道理并没有研究过 而且对佛教也没有研究过 这种人把认为所谓的佛教 好像是一种教条主义 或者是认为佛教 好像对生活当中没有什么 尤其是学佛的人 好像世间当中的一些 走投无路的人 最后实在没办法 把它当作一个精神的安慰 有些人是有这种看法的 但实际上他们不了解 佛教的原因而导致的 如果你真正地深入佛教 那么佛教的慈悲观 佛教的缘起观 佛教的轮回观 你如果一一一去观察 不要说所有佛教的理论 全部推翻 连一个佛教前世今生的观点 恐怕是你交进脑子 已经研究一百年 我觉得你就不会能推翻的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 我们佛教徒应该 不仅是口头上应该能说的 而且在心里面应该有个最好的 很坚定的正见 这是非常必要的 尤其我们方便的时候 学习化验中 也有很大的帮助和利益 下面我们继续讲 下面第一 殊胜功德分散 分类 本体之差别 以及功德之差别 分三个方面 首先讲分类 我们菩提心的分类 相当多的 就像《涅槃经》里面 已经讲了 菩提心分为生意菩提心 和世俗菩提心 《华严经》当中已经讲了 菩提心分为 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还有《现广庄严论》 已经讲了 菩提心是以比喻方面 比如说比喻如大地 如火 如月亮 如水等等 已经讲了二种比喻 然后《经广传论》里面 已经讲了四种分类 四种分类 比如说 首先是圣戒心发心 然后讲清净意乐发心 再过来以后 异熟发心和断讲发心等等 菩提心的分类比较多的 但是从我们 生意菩提心和四处菩提心 实际上是依靠 相续而产生的角度来讲的 因为我们先生起四处菩提心 然后再相续当中 生意菩提心 什么叫做生意菩提心呢 已经获得了 异地菩萨以上的境界 这种境界我们称之为 叫做生意菩提心 什么叫做四处菩提心呢 我们今天所讲的 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这个所谓的四处菩提心 我们现在四处人 在相续当中 我们四处人的心里面 可以产生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分类的 就是生意菩提心和四处菩提心 那么生意菩提心和四处菩提心 实际上是从本体方面来分的 有些时候这个菩提心 以比喻方面来分的 有些时候是以产生的 相续的角度来分的 有些是从本体方面来讲的 那么这个是从本体方面来分的 那么怎么样分的呢 我们应该知道 所有的菩提心 如果归纳起来 有两种 那两种呢 一个是愿求菩提心 愿菩提心 一个是取行菩提心 指的是心菩提心的意思 我们一定要明确 归纳起来 菩提心有两种 也就是说 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如《华严经》当中 你看 五处菩萨全部用的 《华严经》 应该这样 不然有些人认为 这是什么样的宗派 那么现在《华严经》 引用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派 都会承认的 任何众生以无上菩提而发愿 也稀罕 与之相比 为无上菩提而行持更为稀罕 他这里已经讲了 《华严经》里面的教证 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什么众生 任何众生 如果发了 度化一切众生 就是我要度化一切众生 这样的心 就叫做愿菩提心 但是这样发愿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很多 应该说是了若成心 不是很多了 然后欲大相比较起来 为了一切众生 而获得无上圆满的证据 然后我在实际行动当中 精进修持 这个就叫做 心菩提心 当然心菩提心的人 更少之有少了 就按照《华严经》的观点 是也是吧 现在我们在学佛的人 有多少人 现在对于中国来讲 很多有些统计里面 显示说有一亿多人 如果一亿多人 我们自己也可以预算一下 这里面真正发愿菩提心的 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平时在外面这些大寺院里面 一些观音菩萨的讲生日 或者释迦牟尼佛的一些 转法论日的时候 那么每一个道场当中有多少人 这些人当中 大多数都是自己 有些家庭幸福 获得健康 获得一些家庭和和 或者是等等 不同的目的而发愿的 真正能为了利益众生 而发菩提心的人多少人 所以《华严经》当中 说的一点都不错 我们所有的修行人当中 真的发菩提心的人很少 所以我们这次大家在修行过程当中 一定要发菩提心 因为发心的概念 或者它的定义 就像《现观众论》里面 所说的那样 发心为利他 求正等菩提 这样讲的 求正等菩提 意思就是什么呢 什么叫做发心呢 发心就是为了利益他众 而求正等圆满佛果 这就是发心的概念 发心的定义 这个是往往都不能放弃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现在很多人 讲菩提心的人也有一些 但是真正的菩提心 我觉得是没有讲到 我也听了很多的有些光盘 也看了很多法师写的书 也听了很多居士说的话 但是说时候都说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但是我们真正的 什么叫做菩提心 真正的菩提心的概念是什么 这一点懂了没有 大家都应该想想细细地观察一下 所以真正的菩提心 并不是我今天给卷赠多少 我在这里今天 办一个希望学校 我今天在这里 搞一些护品的项目 这个是一种利他的行为 但是真正的菩提心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以佛法来饶育众生 但饶育的过程当中 让这些众生一定要获得佛果 以这个目的来做事情 心里面也这样发愿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 大乘菩提心的行为 所以我们对慈悲心和菩提心 不能混淆 他这里讲了这两个差别 那么下面就是说 嗯 那要吗 讲到这里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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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